踏入2021距離2022縣市長選舉 又更進了一步 国民黨力拼粉萊豬公投 为下一次大选增添柴火 追根究底就是过去这三个多月 民进党政府听不见人民的声音 执意要开放瘦肉筋猪肉的进口 造成民怨的沸腾跟士气 而2022年是最接近的选举年 大家都急于想要用选票 来给民进党给执政党一个压力 跟考验还有教训 另一方面在今年的828 其实公投我们就赶快要推动来办理 希望在公投的时候 就可以一举把民意真实的反应跟呈现 让民众来自己决定 是不是要禁止瘦肉筋的猪肉进口 我们也希望执政党绝对不要太过于傲慢 不要认为头过就生就过 也不要认为说去年年初 817万票的高得票率 还可以如此的延续 如果说不听见民意 如果说不谦卑的话 其实民众一定会用选票来当家做主 告诉现在执政党 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民进党因莱猪等争议 迅速累积民怨 有了上次的惨败经验 未来恐怕也无法松一口气 现在来绿执政版途中 民进党仅占七线市 其中基隆林佑昌 桃园郑文灿 新竹林志坚以及屏东盘蒙安 都面临连任其满 除了一向是绿地的屏东 其他三市2022并不乐观 恐怕就要崩盘 人家说一时风筛一时尊 那为什么民进党 他早就把公投绑大选 这个隐姓给拆掉 所以到时候 民怨他就知道 他执政会造成一些民怨 然后不愿意让这个民怨 这个隐姓 跟这个公投 和大选就给隐难了 所以他们 民进党是真的是很厉害 他是割喉割到断的精算师 所以他已经把这个隐姓拆掉 第二 就是说莱猪掀起这么大的民怨 我们等于从今天 昨天开始到今天不断的 大家包括在传统市场 连卖台湾猪肉都会受影响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一股火 这把火是不是会烧到两年后的2022 这就是民进党他很聪明的地方 所以他们知道说会有民怨 而且恐怕这一把火也会烧很大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提前提前 你看在8月28就宣布 然后今天等于说1月1号开始 那就等于是不到三个半月的时间 他就把这个战场给清理掉 所以他清理掉以后 再到2022 恐怕民进党没有现在的民调 看起来这么悲观 国民党也未必会有这么热观 现在任期刚好过半 所以等于是真正的竞争还没开始 那他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可以去落实他的市政 所以我们也都密切在观察他 那你不能用这半年他的随位 可以说20几个县市长 他真的变成随位得力 黄伟哲市长他是一个蛮谨慎的 我看他也会做调整 那如果他以现在的内阁团队 都不做调整的话 那恐怕未来连任 他会打得比较辛苦一点 各党放眼2022相互过招 国民党内部针对最近执政县市 进行民调评估 新北市长侯友宜连任几率高 苗栗需要长汗南投林明珍 两任将届满 其余11位国民党现任县市长 市政满意度都有五到六成 蓝营渴望坐14望15抢16 而一直是话题的高雄市 前副市长李四川 也被点名是最佳人选 市长你的老朋友 就是李四川好像传奇要选高雄市长 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 我最主要的工作 还是把新北市市做好 至于各地区 我们都乐见 愿意为国家社会 做事的人出来 为民来服务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能够让中华民国 让台湾这块土地 所有人民能够更安居乐业 蔡政府政策频频失误 民怨随之升高 国民党叙事待发 2022县市长激战 是否会再重击民进党 烟消位已经燃气 记者冠红李一婷 台北报道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 在中天